你好,大家好 这会儿要去上一节课 又是一项没有体验过的新运动 叫做棒铃 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新买了这个露背的T恤 这个里面搭健身的bra 然后外面套这样一颗就还蛮好看的 它就是比起你什么都没有的这种大T恤 背后会多一点滑头 出门了,走吧 走,三 走,四 高分 玻璃 维心 放一分下铺 收,转到平间 三 你跟前后错太一 你又完成过了 回机 抱理问,下铺 漂亮 回来 走,朝铺 回 回机 抱理问 走,回来 换手 嗨大家 我上完棒铃回来了 刚刚下课的时候 突然又是一阵雷棒 就是那种电弓雷母 突然都上班了 好像坡下来一样的 下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雨 困在那里 走也走不了 但是我看他又一直下个不停 我又是骑自行车去的 主要是我今天背了这个小的包 他淋了雨以后就全部完蛋了 最后 我就拿了一个健身房新的垃圾 把这个网里一兜拎着就回家了 但是今天的棒铃课 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因为又是一项全新的 我没有接触过的运动 所以就比较有新鲜感 它跟我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我自己体验下来 觉得棒铃这个运动 它既要要求你有一定的肌肉力量 更多的 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像那种 flow动物流意识层面的东西 它传递的是一个 你不是在用身体去控制这个棒铃 而是借助这个棒铃的力量 去感受你身体 在流转在流动这样一种感觉 这就要求你意识层面 要高度的集中 你需要控制的不是棒铃这个东西 而是你自己的身体 它只是协助你 去感知你自己身体的力量 我觉得这在我体验之前 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其实还是蛮不一样的一项运动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 还蛮有意思 但是如果没有太多的运动基础 或者是比较容易受伤的 可以戴一个手套 因为它棒铃那个位置 抓的地方 它是有那种摩擦颗粒的 所以就很容易把手磨破 我觉得练了时间久了一点 这边就有点磨破了 总之就是体验不一样的运动 真的还蛮有趣的 你会发现它们之间有共通的地方 然后也有它的独特之处 好 接着接 拿出打工的小书包 准备出门开工了 电池 这个时候Pocket就很方便 今天40度出门开工了 我们今天早上7点钟起床 然后去打了早场的球 打了两个小时8到10点 昨天拍照一天晚上回家 感觉腿像两个萝卜一样 今早起来感觉腿像灌了签一样 但还是坚持来打了球 这会儿去吃一个brunch 好久没有去吃brunch了 他点的牛肉的 我点的鸭肉有点咬不动 一出门被巨大的一个箱子堵住的路 我爸寄来的各种各样的手撕牛肉 I love you 又到了本周的补给时间 这周没有买什么很花头巾的东西 都是一些日常补货 除了买了一个这个 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 最近就是看到一些什么 陈皮 豆沙 花椒 什么之类的 就想买来试试 我觉得玉米猪肉的水饺 不管什么牌子的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就是很多的维C 好久没有吃树莓了 各种莓果 人参果 每天喝的柠檬水 小番茄 全部都是维C 然后这周换了个酸奶吃 无糖酸奶已经是被我吃遍了 所以就是每周换着花样 轮着来张 台班上岗 最近对干白的热情一直都在的 所以这周换了一瓶尝尝看 估计夏天过去了就不会想喝了 买了一罐NFC的橙汁 那天早上我们去吃brunch的时候 老沈点了一杯差不多这么高的橙汁吧 估摸我觉得就100毫升 要35块钱 我说你这可以买多少斤橙子自己回家狂炸 都是我们对于补充维C这件事情做出的努力 然后给Dobby他俩买了一点这个多春鱼 这回我看清楚了 是猫狗都能吃的 对于上次给他俩吃成狗零食这件事情 表示抱歉 哦对 今天还买了一大包活虾 打算今天就白酌一点虾来吃 最近吃的都不是很健康 所以就是搞一点干净的蛋白质吃吃看 就是这样 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自制希腊酸奶 超级浓稠 像这种买回来很稀的酸奶 变成豆腐块hold嗓子的状态 非常经济实惠又简单 放上滤纸 酸奶放进去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8小时以上 OK了 非常简单 可以滤出这么多乳清 其实这些乳清拿来做面包挺好的 但我最近都没有做面包 像不像一个奶包子 这么滤出来的酸奶超级扎实 嗨嗨大家 我刚刚做了一个清洁面膜 所以现在是一个十维克的状态 弄完敷一个面膜 正好打算这个期间可以做一下晚饭 这个面膜应该还挺防油的 今天做一个简单 但是很下饭的黄嫩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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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啊朋友们 一整个大睡过 但是我们这个周末有出行计划 我们一起去向山吃海鲜吧 虽然已经迟到了 但是出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历经了快五个小时 早上八点半就出发了 现在终于开到了向山 好 来吧 就是先把这个壳稍微捏一捏 然后戳到这个中心点戳进去 然后从这戳到头部 这个有点软 这肯定会有点 然后再把它的壳 这个就烂了 下一个 好 又失败一个 就第一个最完整 就第一个最完整 好了 别拍了 好 这就是要这样长长丝了 一定可以的 这个是帅的 哦 干毛子的 烂的 哎 可以的 勉强成吧 好 成了一半 可以 可以 还是帅人满 是帅猫 的 我个人 我个人 这做 这蝇谣的 我个人 有点 我个人 这个是帅猫 我个人 我个人 这个是帅猫 我个人 是帅猫 咪 我个人 这意思 是帅猫 是帅猫 怎么 在 小君 我看 你 跟我个人 一米在天安心 几只飞旦好过离火 知道学不迟到 我们在宁波吃的第一颗桃子 吃翠桃我不喜欢 尝一尝 吃劲 吃劲 我刚刚在朋友家吃饭 叔叔阿姨都在 就不好意思讲话 但是真的非常丰盛 一餐饭 然后吃了四种还是五种鱼 好好吃 吃完饭出来 然后又开了快一个小时 现在来到了食谱 这隧道真的超级窄 就是两个车 几乎会不了车的那种窄车道 然后一开出来是整片的海 好好看啊 哇 这下面全是在 对啊 这应该是能搭的 我小时候在烟台就玩这个 那走一会我们下去抓 好好看啊 我们这会儿去咖啡厅买个咖啡 手上衣服 婚姻不会使人成长 什么东西啊 螃蟹味 这好可爱啊 对 自己花的吗 对 老冰瓜 雪配 这肯定不好吃 也没吃过 这看着像红豆馅的 但是瑞幸的那个不好喝 瑞幸的那个不好喝 那我就吃这个 这个东西的雪是蓝色的 如果有人献我 我来鉴定 橙色的 盐水 你要深一点 你要到那个豆 好像一直有中味 嗯 它真的有酒井 应该没有 应该不会 好可爱啊 这里的房子都好有趣啊 那边的那个小楼梯 登登登登可以上到山上面吃 好可爱啊 我们这会儿开到了一个古镇 类似于一个这种卖特产的地方 然后可以顺着那个小坡爬到山上去 爬一个小山 看的攻略是这段山啊 来咯 我们来到了宁波本地 然后由宁波本地人带着我们 通过外地小红树攻略 登上了宁波本地的山 从杨家面馆 和小海豚 和小海豚 够 够 够 这很好看 有蚊子 就这种小道 一路爬上去 这两边都是人家 这有点 肯定是疯死的 无泪吗 这就不听导游的后果 没苦硬吃 这好好看 奶奶们在乘凉 我刚刚在锅脖上发现一只黑蚊子 然后打掉了之后 发现自己的血在这里 像我一样招蚊子的油满 冲冲冲 味道还挺臭的 好吃的这个小枣 这已经很好看了呢 他们都在狠吃 然后那边有一个看管员在看着他们吃 一共一种瓜 东西南北瓜全部都已经说出来了 南瓜怎么可能 南瓜为什么是长的 它没长开来 因为它没长开 它领养不了 我今天穿着这双拖鞋 摊上了这座小山 看背后就可以俯瞰整个 真的还蛮推荐这条步道的 它就是小小的 然后也不长 爬下来不累 就类似于在人家一个小村子里面 这样穿过去 爷爷奶奶坐在外面乘凉 还会告诉你是什么什么过子 很有意思这里 下面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很好看 这里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的路也非常好走 都是这样宽宽的铺好的路 这前面竟然还有一段 我们以为到顶了 结果前面还有路 但是这里就越来越好看了 我觉得 我们刚刚判断错误 从这个位置 刚刚走了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距离 然后顺着这个 还能一直上去 这里更加开阔了 超美啊朋友们 我们来到了鱼光之城 今天是最佳节奏 这里真的超级开阔 这一根道菜 就非常的平坦 然后这边又非常的开阔 很好看 再见 双花 下次见咯 下山咯 我的声音不知不觉 变成了这种闷音 然后我发现 是因为这个帽子 夹着我的眼睛 然后我的鼻子 就被夹成了这个样子 我说话就不出声了 不出声 这鱼好大 我的天 它的牙齿好吓人 好凶猛 生前应该是猛瘦 是鲨鱼 是鲨鱼耶 没有 超级开了 爱心 好像鱼担 心里的情歌 你和他前面 我 machines 你寻想 我们在音乐 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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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吧 绝了 国艳标准 这个好大 是的 盐居圈子 我最爱粉感 我们打了一个棋牌室 然后老板这么多货放在这里 说 绝了 真的很安全 我们拥有了一家麻将馆 太好吃了 绝了 一点钟 肉花菜的 一点纤维都没有 觉得它是那么回事 又咸又甜又辣 是不是甜好吃的 是的 看不到辣椒 但是有辣味 有点浓烧 很神奇啊这茄子 所以我特意舔了三个茄子 他们家电火吗 火啊 他们家全是吃茄子 但它这个大串看着又不太本地的样子 反正就茄子好像说实话 其他都是比较正常的味道 他们这种里脊串 对 他们家其他的说实话没有特别惊艳 白刷牙了我 我就知道 之前都有没刷牙 后面现在是早上6点半 定了6点14分的闹钟打算起床 三个小时开会上海 不然要堵车5个小时 这一屋子人除了我 其他人所有都是屁人 结果大家竟然全部都有序的被叫醒了 然后6点半我们打算出发了 好有趣 真的好有趣 两点钟睡 六点钟打算开车回去 一会见吧朋友们 上学不迟到 小朋友们退房了 走吧 肚结了 我的妈妈有饿 现在这雨下的超级夸张 回家已经睡醒 叫的时候被雨吵醒了 幸好早早开回来了 好幸福啊现在 全员就位 洗浴中心出发 刚刚在教育渣渣的途中 他的然后崩出了一些不明液体好臭 发现他们俩很久都没有洗澡 洗浴中心 这就是典型的屋里横 家里种权出息 在外面就一动不动了 渣渣好怂啊 你好漂亮啊 像那个卖院长的便宜 是的 这里是大宗浴池 男女土去混浴的 我还以为道比的胆子很大 结果刚刚在吹风的时候 吓尿了 结果看见他已经出狱了 被包起来 准备去吹干了 结果又拿回去反攻重新洗了 吓尿了 好可怜啊 大家现在已经回家了 连着吃了好几顿海鲜 我又有点开始肠胃炎的迹象了 先吃了点健胃消食片 如果还没用的话 明天又要吃肠胃炎的药了 整个人晒的就是又干又黑 但是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向山的行程 因为我们这次去 其实满单满算就去了周六一天 周日我们不是怕堵车 然后有朋友下午也有事情 所以就临时起 一大早不到7点钟就出发了 三个小时多一点就开回上海了 去的时候真的是超级堵车 早上8点半出发 快到2点了才开到 真的就是堵到没脾气 所以就是如果周末去玩的话 还是要规划一下出行的时间 然后其实食谱的话 我们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 也是开鱼的时候 朋友叫去吃海鲜 真的非常的不错 这次去的时候 是还没有到整个开鱼的时间 所以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等到9月底 应该是在十一之前 开鱼的时候 去那边吃海鲜 真的非常的不错 这次我觉得最值得的 就是爬上那个 算是一个小山吧 爬上去俯瞰整个古城 真的非常不错 因为当时去的时候 也是大家临时起意 就其实当地朋友 也不知道去哪里 我们就临时起意 出去爬爬看 结果上去真的是意外收获 因为它的那条路 就从一个面馆超市的 小巷子里面这样上去 会路过很多当地 爷爷奶奶的那种住家 然后一路爬上去 到一个观景台 看到整个小城 以及码头 海里面的渔船 在那边飘飘荡荡 那个风景真的就是难以描述 但是非常的治愈那一刻 而且路过的步道旁边 那种家家户户 里面可能有些坐着 爷爷奶在乘凉 有时候他们就主动走出来 告诉你该往哪里走 你们怎么下去 哪里比较好看 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5点的那个时候 刚好是快要日落的那个时间 太阳洒下来在海面上在那个船上反下来的金光 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真的非常不错 推荐给你们 然后关于吃的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两餐都是在朋友家里面烧的 非常丰盛 真的就是海鲜食材够新鲜 只要是那种很简单的清蒸或者是家烧的方式都非常的好吃 那个带鱼真的是我今年吃到过最肥最嫩的带鱼 然后外面的馆子的话有当地的很好的朋友给我推荐了几家 虽然我这次没有打卡 而且千人千位我也分享给你们 如果你们去了的话 不知道该吃一些什么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讯息 有一个是叫做鱼满仓 是比较大的那种排档店 然后东西也比较放心 推荐招牌的油镜带鱼说非常的好吃 还有另外一家叫做老食谱饭店 他说那家的蟹骨酱很不错 值得试一试 然后剩下一个很值得推荐的就是我们前一天晚上吃一点钟半夜点的那个烧烤 他们家的烤茄子确实很值得试一试 跟我之前吃的烧烤店里面的烤茄子都不太一样很好吃 关于象山的分享就是这样 宁波真的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这次去象山也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受 非常舒服的一个小城 而且大大小小的店子人都非常的质朴热情 我们去的那个麻将馆的老板娘真就是放心的把店交给我们 是真的晚上门也不关 就是你随手戴起来就好 我第二天早上再来 这样子的小社群这样子的生活方式真的很久没有体验过了 有一种回到了小时候那种小的生活社群 突然间有那种非常温馨的感觉 好了那本周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如果你们还喜欢的话记得给我点赞留言分享哟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